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唉 冬天到了 洗澡有夠難受的啦 那個脫衣服我都冷得跟什麼一樣 恨不得那個熱水趕快淋在我身上 唉 而且會陰雨綿綿的 衣服又好難乾喔 廁所好冷喔 不想洗澡 在寒流來洗時你覺得洗澡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嗎 在洗澡之前你可以開啟浴室的暖氣的功能 讓浴室的溫度上升感覺會更舒服 洗澡的時候你就可以同時開啟換氣的功能 把浴室裡面潮濕的空氣帶出去 當你洗完澡的時候浴室比較潮濕 或者是美雨季節的時候 你可以打開乾燥的功能 讓浴室它可以變得更乾爽 唉 外面又下雨了 衣服要在哪裡好呢 在美雨季節的時候你擔心衣服沒有地方可以曬嗎 你可以在家中上面加裝一個曬衣繩 讓你的浴室瞬間變成曬衣場 乾了沒啊 乾了講一聲好不好 冬天洗完澡毛巾是濕的 你擔心有地方可以曬嗎 有了這一個電熱毛巾醬 下次你使用的時候毛巾就會是乾的 好看喔 更重要的是喔 半夜如果要上廁所 那個去馬桶上廁所的時候 屁股都好冰喔 真的有夠助力拿安的 好苦惱喔 到底怎么办呢 冬天到尾 担心坐在马好盖上面 冰冰冷冷的很不舒服吗 只要嫁妆了这个温水洗净便座 就可以解决你的烦恼 好累哦 洗个澡衣服都没地方放 像现在台湾很多是小微浴的空间 那它们的空间非常的狭窄 那像我们特别推荐这一个系列 它是上线式的置物架 平常不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掀起来比较节省空间 那当你进来沐浴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搬下来 那上面一样有个收纳的 你也可以放上你的毛巾跟大浴巾 像这个系列的话是我们免妆孔的配件 它不需要在磁妆上面挖孔 直接用随便的背胶黏在墙壁上面 那可以满足小空间位置所有的收纳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的上网